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印度每年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于15万人,远高于其他已开发国家。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为遏制道路大屠杀,将立法要求汽车制造商增加安全设备。 金融时报报导,研究机构IHS Automotive指出,印度将追随中国和美国的脚步,在2020前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。不过,印度每年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缺余15万人,且居高不下。 全球新车安全评件协会Global SCAP,将印度销售的小型车评件为零星级,只要遭遇时速40英里,约64公里的交通事故,就有可能造成下驶生命危险。 沿见交通事故,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印度于2016年提出法案,准备对交通违规寄出更严厉的惩罚。 这项法案已在印度国会下议院通过,今年渴望于上议院过关。 法案中要求汽车制造商需增加汽车安全设备如安全气囊、语音超速警告和防索死刹车系统等一系列功能。 新规定可能使生产成本提高,进而影响汽车销售价钱。 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汽车顾问公司Imaging Markets Automotive Advisors 驻伦敦主任拉索迪培斯·瑞瑟斯表示,此项立法通过后将支持印度汽车。 制造商的生产成本至少上涨8%,冲击印度小型车市。